回归女排后 朱婷一直发挥出色 凭借着出色的技术 帮助着中国女排 不得不说 朱婷不容易对阵土耳其 她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进攻篮网防守样样都拼了 还拿了全队最高的19分 朱婷这届表现特别特别好 无愧于团队 无愧于自己 而且朱婷在场上是年龄第二大的 真的特别不容易 虽然朱婷的第三届奥运会虽有遗憾 但拼搏过就不后悔 接下来安心享受自己的人生吧 但是即使表现出色 也有没良心的黑子在网上黑她 真的太过分了 其实朱婷回归国家队 喜欢她的人并不希望她回来 地狱饭圈粉同样不希望她回来 难得的达成一致了 喜欢她的人担心她的伤病 跟不上国家队的训练强度 并且国家队始终没有召唤她 从来不把她写到大名单里 地狱粉和黑子担心朱婷回来抢风头 并且不能把不爱国的锅扣 在她头上网抱她 也不能造谣了 但朱婷在国家的召唤面前 选择了义不容辞 帮助球队从奥兹第十名 打到奥运第五名 已经尽心尽力了 即使她已经不是战术核心 不是场上的绝对主力 她也努力地融入进球队中 真的好心疼她 为国征战十几年 带队拿过那么多的荣誉 手腕一伤就被抛弃不说 黑子还给她各种造谣泼脏水 真的太寒心了 笔者认为 因为黑朱婷才能转移注意力 给自己主子晚尊 但是梅朱婷这支队伍 连奥运资格都拿不到 但她做足了回来 她的本分与责任 三年被网爆后 回来的勇气 即为国家队出自己最大的力气 值得佩服 她对中国女排问心无愧 说句实话 真的不希望她回来 但是当她决定要回来 我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支持她 朱婷进国家队以来 从2013年到2024年 用自己的努力和拼搏 换来了的荣誉和成就 无人能撼动 她问心无愧 所以朱婷绝对得起中国女排 走到这里也是一种解脱 希望她好好享受 后段职业排球生涯 今后估计看不到 国家队里她的身影了 但是我们可以期待 在科内的日子 佛系看球 享受排球 希望她在那里 度过美好的时光 做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